人類有史以來,應該從來都未試過 一隻遊戲可以令全世界都瘋了 不過不關中國事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 Pokemon 我們可以把Pokemon這個遊戲稱為現象級的事件 這遊戲有多瘋呢? 這個遊戲跟它相關的產品 例如電影、閃卡、公仔、周邊產品的銷售 超過一千億美金 比星球大戰厲害 萬威、哈利波特那些 但這個遊戲是真的爛產出不來的 有些人會心想 中國都玩不到,關我什麼事? 這裡就不說為什麼玩不到 來到全世界都瘋狂的一件事 你真的沒有興趣了解一下嗎? A wildly popular new cell phone video game Pokemon Go Pokemon Go Pokemon Go People are glued to their cell phone 1965年 Pokemon的創始人 有一個叫田酵字的日本仔 在東京的郊區出生 本來這隻字可以讀《狗》的 但總共找著語法音字典來查一查 竟然是讀《酵》的 他爸爸是日產的一個普通的銷售師 媽媽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當時的東京還不像現在的東京那樣 郊區還有很多大自然的東西 例如昆蟲 他小時候對這些小動物很癡迷 平時的娛樂就是收集昆蟲 而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個昆蟲學家 但是東京就開始發展 這條村開始越來越現代化 浪民開始不耕田 走去建房子 那些樹就斬了 那些魚塘都填了 沒有了這些大自然的東西 昆蟲就越來越少了 蟑螂是越來越多的 但你不會去收集蟑螂的 於是他收集昆蟲的興趣 又變成了打機 又是癡迷那一隻 經常逃貨去機室打機 高中也幫不了業 他癡迷到怎樣 又是早上還沒開檔 他已經撥到機室門口 收檔還依不捨地幫人下閘 老闆看不過眼 覺得這樣下去 這個小孩就廢得了 於是 不是趕他離開 是送一盒機給他回家打 日本仔的思維 真的很難中摸 那盆帽子回家的時候 老爸老母還以為他包了人格 由於成績差 沒可能到大學 而因為喜歡打機 就以他一家技校讀了兩年的電子 但讀不成書 是不是沒有運行呢 換物 是不是喪智呢 那又不是 一樣有運行 但前提是 你真的很喜歡這件事 很癡迷這件事 肯將全部時間 放進去鑽研 只要瘋到這個程度 掃街都有運行 他的熱愛 在17歲的時候 終於變成了他的職業 他創建了一本遊戲雜誌 叫做Gameprick 遊戲怪胎 內容是可以採訪一些 遊戲機室的老闆 以及一些遊戲的攻略 以及作弊的技巧 做做下 某個玩家開始有粉絲 其中一個叫做 插心見的插畫家 很喜歡他的雜誌 另外有做了好朋友 後來 插心見還要求 加入這間雜誌社 搞到這間集團公司 無比臃腫 竟然有兩個員工 而插心見 也是後來 Pokebon的創始人之一 他們兩個覺得 只是打遊戲 已經滿足不到他們 對遊戲的追求 他們想自己開發遊戲 但田敲志問插心見 兄弟懂得編程嗎 甚麼叫編程 即是寫program program 怎麼拼呢 但對於真正熱愛的人來說 Better late than never 有心就不怕遲 有一個叫做 一萬小時定律的東西 只要你每天學八小時 一個星期學五日 那五年 你就可以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 兩條油 立刻自學編程 廢寢忘餐 學了三年 終於就似模似樣了 他們開發了一個叫做 Quinty的遊戲出來 是紅白機遊戲來的 打算賣給任天堂 但任天堂對於遊戲 這遊戲就不太感興趣 所以他們唯有到處買人 終於 藍夢公對於遊戲感興趣 我當是扶貧 幫你的朋友買下來 連藍夢公也買過遊戲 於是在這一行 開始有了少少名氣 開了一些大的公司 找他們製作遊戲 有次幫任天堂開發遊戲 認識了公本貿和橫井君平 如果你對遊戲有少少認識 應該認識這兩個人 一個是瑪利歐的創始人 一個是Gameboy的創始人 而田孝子跟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這麼巧 Gameboy那時候 可以用網線來聯機 於是田孝子突發奇想 可以開發一個遊戲 玩家可以像他小時候 收集一些奇怪怪的生物 而且可以互相交易 這個想法 就是Pokemon的初刑 他馬上跟任天堂的高層說 我想開發一個這樣的遊戲 你們是否支持 怎料任天堂的高層 大家都說不支持 但是公管貿這個馬利歐之父 就說我支持 精神上支持 日本人是很單純的 有一個電子遊戲之父支持 這件事是值得做的 他覺得 但就是精神上支持這四個字 他家Gamefreak公司 支持破產的 電腦經常崩潰 所以整個開發周期拖得很長 開發了四年之後 其中一部還嚴重崩潰 程序緣都恢復不了 而Pokemon幾乎所有數據 那些什麼怪物 主人工 全部都在電腦裡 在那部電腦裡 如果沒有電腦弄不正 那這個遊戲就再見了 幸好 是否千辛患苦 一堆不懂英文的日本 插了一本英文的說明書 才弄得很正 而因為開發時間太長 沒有錢出糧 很多員工都來了職 剩下的那些 就是一個順字 我相信這遊戲可以成功 我相信自己 現在拿著一隻蘋果 是不會餓死的 就是這個堅持 Pokemon才能出生 在臨發佈之前 他們的團隊不斷調整這遊戲 那田敲治就跟製作團隊說 搞了幾年 各位大哥 不要再放東西下去了 沒問題 就出街了 但順便調整的時候 這遊戲 優化了三百字節的空間出來 還可以再加一隻怪獸 於是設計師 看我們再加一隻怪獸 說是復活節彩蛋 而這隻怪物 就是Miu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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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好像叫做夢幻 但因為有白 所以Miu 不時都在常規遊戲中出現 變成不是彩蛋 不簡單 終於可以出街了 他們推出了兩款卡 Pokemon Red 和Pokemon Green 一開始普普通通 不可以說得上差 但絕對說不得上好的 即是受歡迎 但好的遊戲 永遠都不會埋沒 那些玩家口口相傳 銷量就開始厲害了 原因就是有隱藏怪物 Miu 但銷量只不過是好 未去到爆 那什麼時候爆呢? 他們開放了寵物精靈 這個遊戲的周邊產品 一間日本的出版社 叫Media Factory 可以使用這個遊戲的怪物 來玩的卡牌遊戲 這個卡牌遊戲 有一種令人上癮的收藏性 而且它還有所謂的限量版閃家 人的收集欲一出來 卡片又反向帶回遊戲銷售 Pokemon在日本買了幾百萬隻 兩年之後登陸美國 以為美國人 是不會喜歡這些回合制的遊戲 但又是因為卡片 Pokemon 橫掃了美國 創造了一種叫做 Pokemon集遊的流行文化 那些小孩寧願不開飯 都要集卡和打Pokemon 本來小孩的世界是沒有攀比的 但自從Pokemon出來之後 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沒有卡的小孩 明明一看上去 是一個小孩的樣子 帶著一種孤寡老人的感覺 自己閉上一二角 看得都很可憐 有卡那些 就鬥誰的卡漂亮 誰的閃卡多 沒了心機讀書 於是美國很多學校 就出了一條禁令 不讓小孩帶Pokemon那些卡 去學校 但Pokemon不是只能閃卡 他還開始搞動畫片 其中有一集動畫片 紅燈藍燈是這麼閃 搞日本有六八八五個小孩 受到影響 癲癲發作 其中有一集 有成人有槍指援小孩 還被美國人封了 美國有基督教團體說 這些怪物的本質就是惡魔 是撒旦派來扶食兒童的 一個遊戲可以上升到宗教的層面 Pokemon也算是厲害的 但無論點少他都阻止不了他 Pokemon這遊戲 在美國發佈了一年之後 Pokemon的第一部電影上映 1.6億美金 接下來又有一系列的遊戲 不斷推出 到2016年 Pokemon GO出生 直接橫掃了這個世界 中國除外 幾個月時間 有兩億玩家 而且是不同年齡層的兩億玩家 男女都會有通殺 不是只有小孩 又到2020年 新冠年 全世界都停了 鬼佬有幾千萬品師的大網紅 就無聊 開始在網上直播拆盲盒 一盒的Pokemon卡片 現場來拆 幾萬人幾十萬人直播 看著你拆一張超級稀有的閃卡 於是又流行炒卡 原裝的一套限量卡 從16000美金 標到30萬美金 來過一班傻 但無數之前 收藏這些卡的人 一夜之間 是法蘭多達的 賺了幾百萬美金 那現在呢 又是那句 Better late than never 這個呢 就是Pokemon的故事 一個絕大部分父母口裏面 只打機 無心去學的廢柴故事 而這個廢柴呢 成為了遊戲界裏面 最出色的一百個設計師 之一 一個行業做到前一百呢 就是廢柴了 下次見 拜拜 拜託 拜託